同学们大家好,欢迎来到233网校,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江老师,很高兴呀,我们又见面了。 那么今天呢,我们来学习新的课文,爱迪生救妈妈。 好,同学们,我们看到这个标题呀,我们就来看一下,哎,救,它是什么意思呀? 也就是援助某人呀,从危险的境地里面出来,也就是营救某人的意思,援助某人脱离危险的环境。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,妈妈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危险的环境呢? 爱迪生,她又是谁呢?她想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救妈妈呢? 课文里面呀,就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,而且呀,又让我们懂得一定道理的故事。 那么在故事讲解之前呀,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生字。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生字,第一个生字我们来看看,它是左右结构的字。 左边呀,是一个三点水,右边呀,是一个游字,游来的游字。 我们来猜猜,它应该读做什么呀? 对了,它读做油,它读做油,取它右边这一部分的读音。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,三点水呀,提示我们这一个字跟液体相关。 好,同学们,我们来猜一猜油,它是什么意思呢? 我们见过汽油,或者没有等等,对吧? 好,油,它是一种液体。 好,油,它是一种液体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整个字的一个结构。 你看,三点水,再加一个油字,比划呀,比较的少。 我们要写好这个字呢,只要注意我们叫三点水写的稍微的窄一些。 然后注意三点水的最后一笔呀,是一体。 那么油字呢,是我们大家都所熟悉的了。 油字跟甜字,它还是有所不同。 油啊,它这一竖,我们要把它竖出来,也就是说要出头。 好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油字的一个正确的写法。 三点水,再加一个鱿鱼的油字。 油,刚刚我们知道了,它是一种液体。 我们开车的时候要加油。 那么我们油,除了汽油,没有。 我们还可以怎么组词呢?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我们可以组词油灯,也就是说靠燃烧油料来发亮的灯。 还有汽油。 汽油,老师就不多说了。 那么油灯,我们应该怎么来造句呢?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我小时候在外婆家见过油灯。 好,同学们,你们见过这样的油灯吗? 它呀,是以燃烧没有为燃料的。 然后再来发光。 这样的油灯啊,在现在并不多见了。 好,同学们,油字我们就讲到这里。 我们了解了油,它是一种液体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生字。 好,这个生字呀,我们读做减,读做减。 那么同学们,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字。 它是一个木字旁,然后再加一个剪道的剪的一边,对吧? 剪,我们师父还记得在手猪带兔里面,有一个种田人剪道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。 那一个剪,我们是一个提手旁。 那么这个剪呀,我们是一个木字旁。 所以我们的同学,一定不能将两个字呀,相混淆了。 好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剪字,它的一个正确的写法。 我们记住了,它是一个木字旁。 好,剪,我们应该如何组词呢? 我们一起来看看,剪查,或者说剪阅。 剪查,老师呀,一定经常跟同学们说,写完作业以后,我们要仔细的剪查一遍。 那么剪查呢,也就是认真的看一遍,查,查看。 那么剪阅,剪阅,我们阅有阅读,有阅读,阅,对了,阅是看的意思,剪阅呀,也就是看一遍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检查,或者说剪阅,这样的词应该如何造句呢? 答完题目以后呀,要仔细检查一遍,检查,也就是要认真的查看。 好,剪字呀,我们就讲到这里,同学们一定不要跟,哎,剪到东西的剪字相混淆了。 好,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生字。 这个生字呀,不就是检查的查字吗? 检查的查字,这个字呀,读作查,那么查,它是一个翘蛇语,所以我们在发音的时候呢,也要格外的注意。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查字,它的一个结构,我们来把它拆分一下,我们来看看上面这一个部分,我们是一个木头的木字,那么下面这一个部分呀,我们是一个元旦的蛋字。 那如果我们要记住这个字,我们也可以在脑袋里面呀,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。 比如说我们要在元旦的这一天呀,检查一下树木的数量,看一看这些木头或者这些树木有没有这么多。 好,这样啊,我们就记住了查字。 好,同学们,我们一起来写一写查字,来加深这个字的印象。 一个木子,再加一个元旦的蛋字。 好,同学们,查字,你们记住怎么写了吗? 好,我们再来看一下查,我们刚刚说过有检查。 那么,它还可以怎样组词呢?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比如说,查字典,也就是我们要翻字典。 抽查,对了,抽查这件事情呀,是我们同学们最害怕的了。 有些同学,作业呀,并没有完成的很好,老师一旦被抽查了,呀,就会特别的没有面子,对吗? 好,我们来看看查字典,抽查,这样的词应该如何? 造句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遇到不认识的生字,我们可以查字典。 查字典,也就是我们要翻字典。 翻开字典,然后去查找这个字的读音,写法,笔顺,等等。 好,查,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一个大概的意思,也了解了它的读音,懂得了如何运用。 那么查字呢,我们就讲到这里,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生字。 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字。 这个生字呀,它读作团,团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字,它的一个结构,它是一个,对了,它是一个全包围结构,全部把它包围住了。 我们把里面的这个柴子呀,全包围住了。 那么这个字呀,我们写起来并不困难,我们一起来写一写。 不过同学们,我们要注意,我们是先写里面的这个部分呢,还是先写外面的这个部分呢? 好,我们一起来跟着老师看一看。 先写外面的这个部分,把材写好以后,我们再加上一横封口。 那么这个字呀,我们念作团。 老师呀,也经常跟同学们说,我们要团结起来,这样我们整个班级的力量才会更加的强大。 团,我们可以组词团结,也可以组词团队。 团结,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啊,就拧成一股神儿,所有的人呢,力往一处始。 那么团队呢,也就是由几个成员组成的一个组织了,团队。 我们来看看团结,或者说团队,这样的词应该如何造句呢?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 你看,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 本来呀,我们一根筷子,一下就折断了。 那么我们所有的筷子,我们拿好几根筷子,把它放在一起,让它们组成一个团队。 那么我们想要再折断它们,就显得非常的困难啊。 所以呀,人也是一样的。 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的小的。 可是到我们所有的力量,凝聚在一起,团结起来的时候,那么整个团队的力量啊,那就是非常的大的。 好,同学们,我们已经知道了,团它的读音、写法以及运用。 那么团字呀,我们就讲到这里。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深字。 这个字呀,读不读作金呀? 对了,这个字呀,与金两的金还是有所不同。 它多了一点。 在这个地方,多了一点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它读作什么呢? 这个字呀,它读作赤。 赤。 好,它读作赤,是一个翘舌音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写法。 它是金两的金字,再加一点。 好,我们一起来写一写赤。 一个金字,下面呀,再加一点,就构成了我们的赤。 那么赤,我们应该如何组词呢? 老师来举一个例子。 你看,赤则,排赤。 赤则呀,就是大声的训贺、责骂的意思了。 那么排赤,大家想一想,我们丑小鸭那一课里面,所有的小动物们都不喜欢。 对了,都不喜欢丑小鸭,它们都很排斥它,也就是排挤它,不喜欢的意思。 那么,我们来看一看,赤则,或者说排斥,应该如何造句呢? 老师举一个例子,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面对犯了错误的学生,老师不能一味的赤则,也就是说不能一味的就是骂学生。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? 对了,我们还是应该跟学生认真的来分析这一个问题,找到我们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,然后引导学生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,对吗? 好,赤,我们知道了,它是训赤。 哎,我们只要想到这样一个画面,我们就能够大致的了解赤,它所表达的一个含义了。 好,赤字呀,我们就讲到这里,同学们,你们了解了吗? 好,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生字。 这个字呀,就是赤则的则字,它要读作则,则,它是一个平舌音,它是一个平舌音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,这个字呀,也非常的简单,我们来看一看,上面这一个部分呀,是一个青色的青的上面一个部分,下面呀,是一个贝壳的贝字。 好,我们一起来写一写,则,则我们在写的时候呢,这一横我们要写的稍微的宽一些,这样我们整个字呀,你看,它会比较的有层次。 比较的美观。 好,则,我们来看一下,这个下面呀,有一个贝字,老师呀,在以前的课文里面跟大家讲过,贝字呀,在古代可能表示的是钱的意思。 那,我们来猜一猜,这个贝字呀,它表示什么意思呢? 好,我们来看看,上面呀,老师说过了,它是青山绿水的青的一个上面部分,那么下面是一个贝,我们知道它表示的是钱。 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一下,当我们用钱买下来一片青山以后,我们就要,对了,照料这一块土地,我们就要照料这一块土地,要对这一块土地呀,负责。 那么,我们来看看责,我们怎么组词的,比如说责任,职责,我们刚刚还说了负责。 那么,我们来看一下责任,职责,这样的词应该如何造句? 同学们,你们想一想,好,老师呀,来举一个例子,比如说,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保护环境呀,才能造福社会,责任,也就是说是义务的意思,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。 好,责,我们就讲到这里,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生字。 这一个生字呀,我们来看一下,非常的有特色,它上面是一个火,下面呀,也是一个火字,我们来猜一猜,这个字,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? 对了,它呀,肯定表示非常的热,或者非常的烫的意思,你看,两个火在一起烤,肯定非常的热了。 好,那么两个火叠在一起,它读作什么呢? 对了,它读作盐,盐,好,我们一起来写一写盐字,注意火字的一个笔画顺序。 好,上面一个火字,下面一个火字,这个字呀,表示非常的炎热,非常的热。 那么盐,刚刚我们说了,它可以跟热放在一起,我们组合成炎热,我们再来看看,我们还可以组词叫做消炎,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某个部位有了炎症,我们要消炎。 我们来看看炎热,或者说消炎,这样的词如何造句的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天气太炎热了,连小狗都伸长了舌头,你看,小狗要得把舌头伸到老长老长,在大口大口的喘气。 好,同学们,我们知道了盐的一个读音,也知道了它的意思,你看,两个火放在一起烤,非常的热。 我们也知道了盐,它的一个主词,以及运用等等。 好,盐字呀,同学们,你们掌握了吗? 好,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身字。 这个身字呀,它读作夸,夸,这个身字呀,它读作夸,夸字呀,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结构。 这上面呀,是一个大小的大字,下面呀,是一个盔字。 我们来猜一猜,这个字它是什么意思。 好,有聪明的同学,马上就知道了,夸奖。 来,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个字的结构,来猜测一下这个字的意思。 亏,也就是亏损。 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会说,吃亏。 如果我们避免了吃大亏,如果我们避免了吃大亏,避免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, 那么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夸奖。 夸,也就是表扬的意思,赞美的意思。 那么同学们,下面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夸字,一个大字,下面一个亏字。 好,亏字表示亏欠,或者说,呗,对了,表示吃大亏。 好,同学们,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夸它的一个大概的意思。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应该如何组词呢? 你看,夸奖,或者说夸赞,它都表示呀,表扬的意思。 同学们,我们喜不喜欢被夸奖,被夸赞呀? 对了,都非常的喜欢。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夸奖,或者说夸赞,这样的词应该如何? 道具呢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父母与老师对孩子的夸奖很重要。 对了,我们不能一味的批评孩子,适当的夸奖一下我们自己的孩子, 这样啊,也是非常有益于孩子顺心健康的。 好,夸字,我们就讲到这里,我们知道了, 避免吃一个大亏,那么就会受到人的夸奖。 好,夸字,我们讲到这里,同学们,你们掌握了吗? 好,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生字。 这个字呀,我们读作奖,读作奖。 我们来看一下奖,它的一个结构。 我们来看看这上面这一部分,是不是跟将来的江有一点相似呀? 不过它只取了它的一部分,我们再来看,下面这一个是一个大字。 好,我们一起来写一写夸奖的奖字。 上面呀,是一个将来的江的一部分,不过我们把这一部分缩短了, 把下面的一个寸子呀,也可以省略掉了。 好,奖,我们刚刚说过,诶,夸奖。 那么,除了夸奖之外,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组词呢? 我们一起来看看,比如说,奖励。 对了,我们取得了好的成绩,或者获得了一项,诶,荣誉,就会获得一定的奖励。 那么,奖励的时候,我们肯定会有奖品。 我们来看看,这样的词,我们应该怎么来造句。 你看,妈妈脸上欣慰的微笑,是对我最好的奖励。 我们来看一看,你看,这孩子多么的满足呀。 好,奖字,我们就讲到这里。 那么,今天呢,我们的身字呀,就学习完了。 老师,希望同学们能够,诶,有效的巩固我们所学的身字, 并且呢,能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,了解一下课文里面到底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。 好,同学们,今天呀,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 我们下一节课,再见。